记录一下这周的骑行 这次依旧去的是 Mocara Peak山地自行车公园 我的朋友正在告诉我 怎么调节档位 现在正在辛苦爬升 这一条道叫做Cowroom 是一条对新手友好的道路 这条路全长2.6千米 全程爬坡 爬上去以后 可以再选择不同的道路 新西兰的自行车道 划分为6个等级 从简单到西南 是从Grady到Grady6 我的水平 现在只能勉强hold住Grady2 所以今天去的道路 也都只是Grady2 也就是绿道 这是我第二次爬这个道 上一次中途换了朋友的电车 骑了一段 这一次就全靠自己的双腿了 似乎体能确实有所提高 中间还是断断续续休息了几次 希望再过几次 可以一口气爬到上面 转过这个弯就到目的地了 我已经累得不行不行的了 来到了Skill Area 我在一旁看大佬们跳坡 我的内心也是蠢蠢欲动 想下去但觉得有点懂 让我再考虑考虑 看我朋友跳 看他在跳 看另一个朋友跳 然后你加速时间多 这个距离很短 加速加速 继续看他们跳 我觉得我好像也可以 于是我选择了最右边的 也是最简单的道 其实并没有想象中那么恐怖 而且如果速度不够了 甚至没办法上到坡上 说的就是这个 只能下车推一下了 真的还挺好玩的 有了第一次就有第二次 为了避开水坑速度 有没有起来 这次调整的比较快 继续练习 这次没有中途停下来 发起第四次挑战 再玩一次 我们就去别的道 我们先去 Magic Carpet这条道 玩两圈 这是一条简单的 Grader的道 有上也有下 说句题外话 我的视频 用GoProTero 7C1录制的 它没有防抖 所以可能看起来有点晕 当我Insta360的 保护客到了 我就用新相机录视频 至少稳定程度上 会好一些 去吧 这一圈快要骑完了 之后我们又骑了一圈 因为天快黑了 我们就下山了 因为Gopro没电了 下山的视频没有录到 这一段因为有小的POP很有意思 估计会突跳的大佬们 更能继续到这里的快乐 这一圈快乐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小哥哥 小姐姐们 谢谢你们观看到这里 如果不是第一个骑车的视频 有那么多观看和点赞 我想我不会那么勤快地更新 之后会继续更新的 希望自己早日克服对拐弯的恐惧 视频就到这里了 大家下次再见